让他下来 秦桓站在大祭司面前 寻常看着大祭司是淡漠 此刻看他是当真带了几分怒气 你以为神明会喜欢这般血迹吗 你是在侮辱他 我只以为你冷血 你自私 你欺骗蜻蜓香的感情 欺骗他为你生下孩子 又不过孩子死活 没想到如今你越发偏执 你这是要明月的命 你让他以命祭天 你这是让他以命祭天 你让他下来 明月是圣女 她为神尊而死有什么不行 那是她的光荣 她的荣耀 若是神尊上了她的身子 便是暴体而亡 那也是她生生世世最大的幸运 这是她自己选的 你阻止不了 她感觉到了神尊的气息 她真的感觉到了神族的气息 迎神花在动了 迎神花在摇摆 神尊听到了她的召唤 看到没有 迎神花动了 迎神花在动 是神尊感受到了我们的召唤 是有神啊 方才那一瞬间的怒意 泄露了自己的气息 秦桓脸色铁青 迎神花只为神而动 是神尊 是神尊 她不止感受到了 她甚至还在这里 她肯定在这里 你们瞧 迎神花 全部朝着祭台的方向 她一定在祭台看着我们 公迎神尊降临 公迎神尊降临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样不行 这样 绝对不可以 不管是为了明月也好 为了这一派的风气也好 今日 她绝对不能上去 怎么回事 这神尊 难道是有何不满 为何还不上身 求神尊降临呀 求神尊降临 让我等 瞻仰您的风采 她想要亲吻 神尊的脚 她想要匍匐 在神尊的脚下 她想要成为 她面前忠实的追随者 她梦中 心心念念 无数年的人呢 怎么会这样 风停了 迎神花不动了 这是神明 已经远去的意思 怎么会这样 已经召唤来了她呀 为什么不肯上身 明月此刻 早已支撑不住 身子摇摇欲坠 不准停 不准停 你继续求 你继续求啊 你求她 你求她 你求她下来 你是祭祀者 她能听到你的声音 她一定能听到你的声音 你快求她回来 清欢就那么沉着脸 站在她身后 耳边全是明月 大喘气 求她降临的声音 北约